12年前儿子在国外去世 儿媳丢下孩子也不知去向 儿子死亡12年后 老父亲偶然发现 儿子儿媳还有孙子的全家福照片 儿子为什么要谎称自己死亡 他已回国创业多年 为什么还瞒着老父亲 父亲状告死儿子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6年8月的一天 在我国南方某山村 爆出来一件怪事 王老汉去世12年的海归儿子 突然间又活了 可是这位老父亲不但不高兴 反而将儿子起诉到了法院 说索要什么看孙肺 这个案件一时间在村里传的是肺肺痒痒 儿子怎么会死而复生 这看孙肺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老汉今年已经快七十岁了 有三个儿子 老伴过世多年 这死而复生的就是他的小儿子 名叫王森 十二年前因为一场肺炎 小儿子死在了国外 这王老汉可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当年王森的媳妇将六岁的孙子 彤彤送回家之后就失联了 王老汉这些年是一边忍受着 失去儿子的痛苦 一边含辛茹苦地将孙子彤彤抚养长大 还好彤彤这两年上了大学 王老汉的苦日子也算是熬到头了 可是几天前 王老汉在家里收拾家务 无意中看到童童的手机屏幕上 是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只见照片上十八岁的童童 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 站在一对中年夫妇的中间 年近七旬的王老汉仔细一看 顿时老泪纵横 这个中年男子正是他去世多年的小儿子王森 中年女子也是他失踪多年的儿媳理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儿子并没有死 王老汉拽住童童急切地询问着 童童从没见爷爷这么激动过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应答 他拉着爷爷坐下 断断续续地讲述了照片的来历 可王老汉的思绪却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 那是在2003年的春节 王老汉接到在美国的小儿子王森的电话 短短几分钟 王森竟然咳嗽到说不出话来 王老汉关心地问道 儿啊 你不会是得了肺炎吧 国内的这波肺炎那可是很严重啊 听新闻上说还死了人 你赶快去医院看看 别拖着 王森一边阴着一边说 只是受了凉 喝点热水 睡一觉就好了 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边又一阵激烈的咳嗽声 撂下电话 王老汉心神不明了好几天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不其然 春节过后 小儿媳从国外打来电话说 王森肺炎病重 导致心肺功能衰竭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没想到病情恶化 几天后就去世了 这个消息对王老汉那可是晴天霹雳啊 老伴刚去世 债还没还清 这在家里是顶梁柱的小儿子又因病去世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王老汉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 几天后 小儿媳李慧抱着王森的骨灰 领着六岁的儿子彤彤回来了 一进门 他便嚷嚷了起来 我丈夫王森就是被你们给逼死的 要不是你们一直要钱 每次打电话都要钱 我们治愈穷的生了病都舍不得去医院看医生吗 现在好了 人都没了 你们还要不要钱呀 李慧的声音引来了不少邻居 彤彤吓得站在一旁大哭 王家人劝说了好久 李慧这才平静地下来 三天后 王森的两个哥哥依据当地的风俗 将弟弟的骨灰下了葬 李慧带着彤彤在王老汉家住了七天后 便借口有事要赶回去 留下了五万元 托王老汉照看彤彤一段时间 之后便人间蒸发了 王老汉非但没怪他 反而觉得这是儿媳留给他的 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 这些天 王老汉也在反思 王森大学毕业后 尤其是他出国的这几年 家里但凡有事就只问他要钱 可是也没办法呀 老大老二都在家里务农 没啥收入 王老汉一直觉得小儿子有本事 而他周围也都是跟他一样有本事的人 于是但凡家里有事就找小儿子 可是没想到 这竟然给小儿子带来这么大的生活压力 现在儿子人也没了 王老汉看着家里这满墙都是 但是小儿子当年获得的奖状 默默地流下泪了 可是生活还得往下过 王老汉很用心地照顾着孙子 可老伴生病的这些年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不说 还欠了不少外债 王老汉的年龄又大了 出去打工也不现实 所以就摆弄着自己家里的几亩地 吃喝倒是能保证 但随着童童一天天长大 尤其是上学之后 家里的窘况就显现出来了 为了不让童童受委屈 王老汉是想尽办法 为孩子改善生活 甚至在农闲的时候 走街串巷地捡垃圾 收破烂来贴补家用 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童童离开父母之后 特别懂事 很少在爷爷面前提起父母 还经常帮着爷爷 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王老汉家的老大老二 没什么本事 即便是外出打工也挣得少 一年到头也不怎么给家里钱 所以王老汉的日子 始终过得紧巴巴 但是就在童童 马上要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王孙初中的一个同学找上门来 主动提出要资助童童 每月给他五百元 直到他考上大学 时间过得飞快 童童在2016年的高考时 不负众望考中了上海的名牌大学 新人帮助童童完成了学业 这位好心人原来是王森委托的朋友 小儿子装死是为了逃避家庭负担 他到底有怎样痛苦的过去 这些年小儿子去了哪里 替他抚养孩子长大的老父亲 能原谅他吗 父亲状告死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 为了挣学费 童童和同学们一起去广州打工 回来后 童童带回了一部手机 当王老汉看到里面的一张照片时 便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童童说他在广州 见到了一只资助他的叔叔 就是这位叔叔 领着他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童童还说自己不恨爸爸妈妈 当年他们也是为了给家里还债 无奈之下才把自己甩给爷爷的 而只有自己被爷爷照看着 他们才能安心工作 至于那位资助他的叔叔 那是爸爸找来的 而爸爸通过这位叔叔 才能了解他和爷爷每月的生活情况 把钱才能顺利地给到自己和爷爷 听到这儿 王老汉是百感交集 自己心心念念的小儿子 没死 没死啊 可是这小儿子心也太狠了吧 竟然瞒了自己这么多年 还眼看着自己的老父亲 和亲儿子吃苦受累的 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王老汉蹲在地上 哭得像个孩子 就在这时 童童的手机响了 是爸爸王森 童童说了几句之后 便把电话交给了爷爷 喂 爸 是我 我是三 三 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 到我死了吗 王森连忙解释 但此时此刻的王老汉 根本听不进去 他只想见到王森本人 于是他故作生气 把电话扔给了童童 背着手回屋了 可是过了好多天 王森也没见回来 这下可惹恼了倔强的王老汉 难道他王森真的是想到死 也不见我了吗 为了让王森出现 王老汉经过一番打听 决定去法院告他 这就是王老汉状告儿子 索要看孙废的官司 法院受理了王老汉的诉讼请求 并传唤了王森夫妇 前来庭前调解 几天后 王森夫妇从国外赶回老家 打算去见父亲王老汉 把事情解释清楚 没想到他们走到家门口 王老汉却闭门不见 王森夫妇很无奈 只好在开庭时 详细叙说了事情的经过 这王森啊 从小就是村里的学霸 曾经是家里的骄傲 一直到大学毕业学习都很好 可他的两个哥哥呢 就没有他那样的天赋了 再加上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他们早早地 就辍学在家务农了 可据王森介绍 和两个哥哥相比 他只不过比他们 多花了三年读高中的钱 自从考上大学之后 王森利用业余时间 做家教挣钱 不仅可以自理 还能照顾到家里 在认识妻子理会之后 王森便考取了 公费留学的资格 跟着李慧一起到国外读研 而在读研期间 因为学费充足 王森又一贯地省吃俭用 所以他还是可以照顾到家里的 研究生毕业后 王森和妻子李慧 都留在了国外工作 可就在刚毕业的那一年 王森的母亲病重住院 急需一大笔钱治疗 王老汉借遍了所有的亲戚 也没借到几千块钱 无奈之下 只好让三个儿子凑钱看病 两个嫂子在一旁就说了 以前家里的钱 都供着老三读书上学了 现在正是他表现的时候 所以王老汉一听几个电话 催着王森 无奈之下 王森只好从公司 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并向同学好友借了一笔钱 汇到了国内 为母亲做了手术 可是母亲术后恢复 也需要用钱呀 两个哥哥又拿不出来 所以王老汉又打电话 跟王森要 王森坦言 那两年 他一看到是家里来的电话 头就大了 王森只好让李慧 再预知他半年的工资 将钱寄回到国内 王森和李慧是大学同学 两人感情很好 李慧一开始 还默默地支持着老公 但慢慢地他发现 这个家真像个无底洞啊 尤其是两个哥哥嫂子的态度 让他无法忍受 每次要钱都要得那么自信 好像亏欠了他们死 从来也不考虑他们的感受 刚开始工作的头两年 小两口为了节省开支 竟然连孩子都不敢要 后来是意外怀孕 才有了童童 但在生产的时候 李慧由于营养跟不上 奶水都不够 两个人拮据的时候 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 都不能保证 慢慢地李慧有了怨言 虽然他们夫妻二人 给了家里那么多钱 供母亲看病 但母亲的病 还是没有好转 三年后就离世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让王森感到绝望 王森悲痛之余 按照父亲的指示 又向同事借了些钱 风风光光地 给母亲办了个体面的葬 待母亲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 王森夫妇觉得该喘口气了 想跟着两位哥哥 一起算算账 共同承担一下 母亲治病的费用 几年下来 王森算了一下 前前后后 给母亲看病的开销 共计三十六万元 其中他王森出面 借的外债就将近三十万 大嫂子站在堂屋门口 抱着孩子对王老汉说 爸 您看这么多年 妈跟着咱们吃了不少苦 虽然治病花了不少钱 但最终也没有留住她 三弟读书和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 很少回来 我和老二家的虽说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但把您和妈妈照顾好 也算是减少了三弟在国外生活的后顾之忧 虽说没有大的功劳 但也有苦劳啊 再说了 爸 您也知道 农村靠种地 一年到头能有多少收入啊 倒是三弟在国外上班 挣钱要容易得多 老二媳妇也接过话来说 是啊 爸 我们一年到头的收入 抵不上三弟一个月的工资啊 所以我和大嫂都觉得 这看病的钱 要是三家评分 应压给我们 那我们两家人的生活 可怎么过呀 王老汉抽着闷烟 一声不吭地蹲在门口 半天不想 突然 他缓缓地站起身 对着小儿媳说道 老三媳妇 你看这样行不 老大老二家的条件 你也都看到了 如果让他们拿出这么多钱 肯定他们也办不到 你看看 你俩在国外 身边呢 也有好多像你们一样 这样有能耐的朋友 在挣钱方面 肯定也比他们两家容易得多 要不先这样 你妈看病的钱 你们俩先担着 等你两个哥哥家 条件好点再说 都是一家人 别算得那么轻 听着父亲这么说 王森的心里 王森的心里异常复杂 这么多年 自己和妻子省吃俭用 本来想在母亲的事上 两位哥哥能表示分担些 可现在看来 是指望不上 王森很失望 尤其是父亲那句 等你两位哥哥 条件好点再说 这不明摆着偏向他们吗 几天后 王森夫妇失望地 带着三岁的小儿子 回到了美国 到家之后 妻子李慧 一个劲地数落着老公 王森一句话都不说 任凭妻子把气都发泄出来 可是他心里苦啊 家里的情况就在那摆着 即使自己不情愿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王森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无奈之下 自导自演了一出 病逝他乡的闹剧 王森夫妻在国外打工还债 不堪言 不堪重负的王森 如何摆脱这一切 多年不见 王森还会得到父亲的原谅吗 父亲状告死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王森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倒是两位哥哥 时不时地打电话过来 但每次不是父亲感冒了需要钱 就是侄子上学需要钱 出了钱呢 还不落好 这让李慧很是郁闷 有时会前会晚了 还会遭到两个嫂子的埋怨 这让王森对自己的家都产生反感了 2003年春节前夕 感冒一周的王森 感冒一周的王森 无幸染上了肺炎 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好 扛一扛就过去了 不至于去医院花那冤枉钱 可没想到越来越严重 以至于给父亲打电话 拜年时还咳嗽不止 几天后 王森住进了医院 2003年 正值传染病盛行 妻子送王森去医院住院时 怕传染 就不敢带着儿子彤彤一起去 只好将六岁的孩子反锁在家里 可没两天就出事 彤彤在家讲喝热水 倒水的时候烫着了胳膊 幸好那天李慧回去得早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王森在医院住院 李慧下了班就得去照顾他 根本就没法管孩子 只能将彤彤放到那种 费用昂贵的托管班里 王森的病情 耽误的时间有点长了 住院一周了才刚有起色 可是花费已经不少了 就在两个人 因为之前所欠的债务 王森的住院费用 以及孩子上托管班的开销焦虑时 王老汉的电话又打来了 李慧听着 说是又要钱 便一把抢过电话说道 王森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快不行了 你们别再要钱了 说完就挂弹了电话 大哭起来 病床上的王森有些虚弱 看着无助的妻子 心里难过极了 可妻子哭着哭着 却突然停住了 来到病床前轻声地说 老公 你看现在彤彤也没人看 刚才跟你爸的电话 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看到王森想听下去的眼神 李慧继续说道 咱们怎么才能彻底摆脱 你家这个无底洞呢 如果咱们撒谎说你没了 那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再纠缠咱们了 王森明白了 虽然他觉得很晦气 但眼瞅着自己的小家 也都快维持不下去了 王森坐起来 跟妻子聊了一会儿 最后夫妇俩一致决定 无论怎样 先把眼前的这关给过了 但眼前的问题就是 他们夫妇俩必须忙起来 把债还完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根本就没法照顾孩子 而彤彤的托管又是一大笔费用 这无疑是给自己的现状 又雪上加霜啊 于是王森狠下心来 接受妻子的主意 导演一场自己过世的假将 正好也可以借此机会 让妻子将童童送回国内 让他爷爷照看 毕竟儿子放在爷爷身边 才让他们最放心 几天后 王森的病情稳定了 妻子李慧便带着童童回到了国内 导演了一场 王森英年早逝的好戏 谎言开始容易 接下来的原谎困难重重 没有了儿子的牵挂 亲戚的纠缠 夫妇俩开始努力赚钱 让自己忙碌到麻醉 毕竟以王森的名义 借得近三十万元的外债 还得他们自己还 就这样过了三年 夫妇俩除了工作 来不及去想其他的事情 在这样的状态下 总算是还清了所有的外债 而与此同时 王森也暗地里 让同学打听着家里的情况 当得知王老汉带孙子 生活艰难时 王森便让初中同学出面 以资助人的身份 悄悄地探望着祖孙俩的生活 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王森夫妇虽然还清了外债 可是自己家的经济状况 却还不能承受 家里那些亲戚 时不时要钱的需求 这些年他们怕了 怕被带入另外一个 债务的黑洞 但又无法满足自己的内心 对孩子对家人的相思之苦 于是王森夫妇省吃俭用 几乎每年都会回国 远远地看看孩子 看看家 却不敢相认 通过同学带给他们 一些吃穿用度 慢慢地 十几年过去了 王森夫妇不仅在美国 站稳了脚跟 还有了一些积蓄 2013年 王森回国创业 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的技术 在广州开了一家科技公司 一年后 李慧又怀上了二胎 这让两个人十分兴奋 一是童童有了伴 想儿子的相思之苦 2016年 童童高考结束后 王森夫妇便决定 和童童相见 并让童童以外出打工为由 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正当两人准备找机会 向父亲坦白时 却被王老汉先看到了 那张全家福的照片 上次通话后 王森没有及时赶回家 是因为公司有几件产品 涉嫌侵权 王森作为主要的研发人员 确实不能离开 没想到再次回来 竟是与老父亲对不公讨 那么王老汉所要 看孙费的这个诉讼请求 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点 无音管理 无音管理是指没有法律的 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失 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 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法律事实 无音管理之债发生后 管理人享有 请求本人偿还 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 必要费用的权利 在本案中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 法庭监护人 对于未成年子女 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而祖父母对于孙子女 并没有法定的 抚养教育的义务 王森夫妇有 抚养童童的 法定义务 在二人有能力 抚养的情况下 未尽到抚养义务 却将童童甩给 其爷爷王老汉来抚养 而王老汉 带王森夫妇 抚养童童的行为 符合我国法律中 有关无音管理的规定 因此 王森夫妇 就王老汉 抚养童童的行为 应当支付必要的费用 这也就是 本案中的看孙费 在法院的调节下 王老汉诉说了 这些年对儿子的思念 以及对童童 无微不至的照顾 看着父亲老泪纵横 王森为自己 边下的谎言 给父亲带来的伤害 感到后悔 也为儿子童童 缺失父母爱护的童年 深深自责 最终 经过法院的调节 王森夫妇 同意补偿 王老汉 看孙费十万元 并进一步明确 夫妇俩 对于王老汉的 赡养义务 官司结束 在王森夫妇 一次又一次 登门拜访 和积极劝说下 王老汉终于同意 搬去 与他们住在一起 享受着天伦之乐 在这起家庭纠纷中 王森夫妇 由于生活窘迫 采取了 在国外诈死的 极端手段 来解决问题 谁料 为了冤枉 夫妇俩 竟然饱受 十几年 对亲人的相思之苦 并落下了 不孝的恶名 如果当初 王森夫妻 能与家人 推心置腹的沟通 而不是选择 独自硬扛 举一家之力 共度难关 而结果 应当会是 另外一番景象 好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法律资讯 请关注我们栏目的 服务号 再见 遭人绑架的儿子 被活埋后 死里逃生 这躺在病床上的 正是他们的儿子 捡回一条命的儿子 竟然与其中一名 绑匪是认识的 说 你可是隔壁村 咱俩见不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侦查 绑匪竟与被绑者的母亲有染 儿子遭遇绑架 莫非和母亲有关 而被绑架 因为妈 下期播出